TV1号台裁判员李智慧 记录裁判员王亚琴 王骏 运动员张玉良 夏里奥 下面比赛开始 张玉良你好 夏里奥你好 稍等一下 请说王亚琴正在开始响的拳 预备 三二一开始 张玉良快点开始响的拳 各位观众大家好 目前为大家直播的是2016纵18球国际大师赛 今年的第三战 铁领战分战赛的比赛 有位目前画面上的夏里奥 对阵张玉良 夏里奥呢 这位球员呢 也是年龄呢不大 今年刚刚是八周岁 然后呢 另外一位 张玉良 也算是他的一个大哥哥了 这场比赛呢 我们主要也是来看一下 这小球手能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惊喜 比赛开始第一局 张玉良快球 上来张玉良 从球有球进 白球现在位置还算是可以啊 看一下裁判将白球值取掉 两组颜色球的一个分布状况 点球花球啊 右边动在上方 左边动在下方 颗一颗啊 稍稍靠近扣边 首先来看选球 10号球 白球再弹过来 最干有机会的话 上边12号球也可以打 选翻中 看翻中 可不可以准 还是翻后了 这个位置 看夏里奥 左边2号有的打 上边扣边球 还有一个4号 总在6角度有点大 这根球打完之后呢 白球只能往前走了 因为白球稍微靠扣边有点多 没办法来控制 7 是不是被15号挡住 挡住的话 也只能打右边4号 主要还是因为上一杆白球啊 位置有些靠扣边 不好进攻 所以说也是没有办法 白球想防上去 没有防好 但是现在 就下来之后的这个位置 应该算可以啊 主要看对方11号 有没有的打 还是没有应该 中的也是不太够 17局9胜 比赛限时是100分钟 先打进4号 上面7号啊 还是有的打 看角度啊 合适合适的话 直接低竿稍稍稍往后拉一点点 或者往右走一点 再叫5 再叫5 关键 关键还是上面啊 刚才镜头里看了一眼 7号左边上方底带 或许是被5号给挡住了 没办法进攻 我最敢打6 白球要上去 有没有样的 小家伙也是摇摇头 自己白球没走好 也是摇摇头 哇 这干终来可惜了 打稍稍薄一点点 先來中代借力 白球K再出來 花球還是沒什麼好打 K到之後左邊現在組合球 也不是一個自安角 並且距離太近 也不好去傳 再防 白球要掉帶嗎 放龜 這桿球 防守也是沒做好 掉帶 把一個好點角度下來打7 7要打近 K8可以打右邊中代 稍稍稍有點過頭 K8可以叫底帶 打包 而且白球在走 危險啊 差點掉帶 力量還是有點大 我去還是TV台啊 第一次打 有些緊張 可以理解 這個對他來說也算是 比較寶貴的經驗 年紀這麼輕輕就有機會去打 而且上TV台 在以後慢慢的球技成長 年齡增長之後啊 對自己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尤其心態上跟心理素質上 會有很大的幫助 應該是防住了啊 從下往上勾 這桿球解的還行 但是左上角肯定漏了啊 花就有機會去接力 或者單下 等下 再推14 8就可以弹裤回来 手架位置要小心 别碰黑8 没干用太大力 有点发青 13号 有点准度 直接低竿横台 做防守 看这杆解球 解到白球停上边 只要白球不吊带 基本上就可以给对方防住 看7 有点运气球 如果解到不进的话 停带口还是比较好的 进来之后等于自己要拼 不然这个白球位置 对方打起来很难受 那看你拼黑8 够给我准了 也许再来 这边我切自动 就像了 那边 有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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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刀带口不进 等着对方把这黑霸打出来 看下了怎么来打 直接轻打黑霸还是直接往里打 走这个架势应该还是会往里打 还是会进攻 再弹上去有斯诺克吗 运气也还好 给对方挡住了 看一看 这根解球 要跳球 跳近白球再过来 中的有的薄 大球中弹 黑霸打薄 这样的话应该第一盘下了可以拿下一分 或许还是说碰到一位年轻的小选手张玉良有点打起来放不开 多少也可以理解 因为你碰到一位年龄很轻的小选手在打的时候 但是这个也是应该怎么打不开 以后迷战的量 你是去备打 还是怎么样去赢 有时候也是容易影响你的 小家伙也是有些苟渴 大口大口喝水 冲球这个环节要多看一下 尽量不要出现一些很担心的事情 就是失机 冲球没有三个球过线 因为男子14岁以下的球手呢 冲球是不用四球的 三球过线就可以 但是三球这边我也有点担心 看一看 一 二 果然 开球时机 开球时机 这个是没办法的 本身 你可以聚集打或者重新开球 身体条件就是这样 等过几年人长大了之后 力量就会增大 重新开球 重新开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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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张雨凉海秋 这边张雨凉炸球有球近带 先来看选球 下边六号也是很好选 花球看看九跟十三 能不能打到某一颗 九号可以打到顶黑八 这花球局面算是已经解开了 这边张雨凉也在看十一 可不可以现在就单打 双方带口还有两颗 也可以去打一颗先过渡一个 拼机杆 中长台推进 上面十四可以打 打十四可以勾一下十二号球 这样的话走位线路上 会更开阔一些 看看是不是低杆啊 直接高杆走两裤 高杆走两裤 大青 角度有点大 看十二能不能推进啊 首先进球有难度 白球还要再下来 还好啊 下来之后碰到黑八包边 右边底带还是有得打 往前走一点点啊 十一号可以打通带 还是低杆我会拉 但是到这儿的话 嗯 白球又跟五号有点相贴了 你还要推 再推这个位置还要黑黑八 再来看黑八起来 这刚刚就看你是中带还是底带了 左边上方 底带 右边中带 都不简单 暴球底带 底带 看黑八能不能准进 还是很准啊 第二局张艺良胜 一比一平 一比一开始形态 我可以来说 多久 这次有点 你会来说 我可以来说 买我 看看黑八能 没有 我可以来说 我可以来说 你会来说 你会来说 我可以来说 你会来说 你会来不停 第三局 张雨凉开球 开球时机 要选择接受向前台面继续打还是重新开球 张雨凉这边也出现一次开球时机 看看夏里奥是自己打 自己打 重大被打击 这局有点失误啊 正常来说也不算难 对 对 对 戴口球在過渡 看就看6 叫5 尽量叫上一個向上的角度 幹法和力量 好推 彈一枯起嗎 角度有點大 頂到這個位置看旗號 還是有點直啊 再走 这个诱赛用的也可以啊 五号 高转 低端不够啊 低端左载也是不够 非常薄的一杠 四右球 这一杠球看有没有想法 打的话九号 不打拿十五传十四 白球争取用小低端轻弹 后边弹起来 传进了可以打右边九 不进的话 下边十一有机会做防守 够了有点费劲啊 想法还是对的 十五号还是把黑八挡住了 自己十五本身也不好打 看是不是自然角啊 是自然角的话有机会找十 用十号可以去传 看这杠球有没有想法 这个球要借十五号力的话 借非常薄啊 所以说还是尽量不要这么去打 也没叫好啊 他本身想叫角度啊 打十呢 可以用低端轻弹 可以黑八 现在这个位置 不行的话 黑八这边十就不要往里打了 轻轻养到带口 还要打 还要打 汗 提击 还等 是 similarities 汗 轻钩做防守 没勾到 犯规 这杆轻钩如果说 勾的稍稍的薄一点点 别太薄 还是可以的 这杆看张月良 白球还有点近 打起来难度也是不小 8球底带 够准啊 第三杆与张月良胜 比分2比1 第四局 夏令奥开球 再来看 从球 1 2 3 没有问题啊 而且还有一个球 近代 看球是没有尸击 中的打得非常准 感谢观看 方规 这感觉也是没打到 自由球 感觉看自由球会先摆下边的5号 5号就可以打左边中带 直接摆着6 6可以K11 这样5号的问题解决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角度 直接高竿 还是低竿横台 还要打包了啊没打劲 这张球可以看看中带是否可以先打 打完中带之后呢 白球争取 找机会呢 可以把左边的这个代口球 5号球帮进 用自己花球来去阻挡对方的这个4号 扭得薄啊 有的薄啊 看能不能一薄一K 薄10号白球向左边K 没K到5 这个按球难受了 可能有的薄10号 除非是用11号传进啊 白球再弹到屏幕右上方 给对手增加一定的难度 不然也是包打 好 還在包 也算是给黑八增加了一些麻烦 看下张玉良是不是先把黑八附近来解决开 再留右边的底带的四号球来过渡黑八 直接先打四 看这根球 然后再来K 8球底带 抗黑八可不可以稳定的包进 第四局张玉良胜比分3比1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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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局张玉良开始 再来看张玉良从球 开出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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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有两次了 对 开出时机 大家 打进底带 左边东带黄一 看白球啊 底竿向后带一带 有想法 还准备有带着后果来 还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打中段 看着干白球 可以玩 运气还算不错 15还有的打 上方9号K了上去 左边下方肯定要先将下边 那个离带口近的花球先打掉 这样的话 它上面那颗花球 也是有带可以进攻 先打15 然后再加上了 这边下方肯定要先打开 我来说 下方肯定要先打开 下方肯定要先打开 我来说 下方肯定要先打开 再来推 打薄 左边中带漏了 全球位置也是不错 一个是轻的 另外一个是轻推再上去 叫7 擦着白球 10秒 3号 脚都有点薄 脚也是腰头 对自己这个白球较位也是不太满意 打薄 再下来 打薄 底带带口最可 13号可以进攻 看抓个梁能不能抓到这个机会 再打一分 我们看出来还是想带一下10号 分钟没翻进 右边中段还是有得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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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4 在打4低竿 同样叫7 有一些大的角度 不然的话可以直接打7号 然后用3来过的黑8 现在呢要清退 推弹起来 较7 从对位置上看 运气应该还算不错 黑8也是挡住对方球 张玉良这边还是要跳球 这个搬球位置呢 还是比较微妙 打7很薄 有可能碰到对方9号 如果是打左边中带 果然打进碰到 白球停在上面没有下来 再来看3 打的还是比较正啊 中带底带都有啊 9号中带 12号底带 发力打进看白球 也是吃了带脚啊 10号球这个角度还是太正 白球想出来也是比较难啊 需要发很大的力量 首先进球就不容易了 还要发大力 更加增加了难度 10秒 岩石 岩石 9级白球留在上边 9号就看左边底带啊 准度怎么样 还打包 3号有的打 包进白球就可以走两裤 黑白也是叫这个底带 打包了 够准 看白球还在走 中带了 八二球中带 黑八二打进 哎 薄了 这样的话 来看夏里奥 打包三自然弹起来 八二球左边中带 力量太重 看底带 八二球底带 第五局夏里奥胜 你分 二比三 裁判这边也是跟张玉良有在沟通啊 已经有两次的时机不能再有 再有的话将会判复 累计三次以上 每一次时机都会判复一分 所以说开球要注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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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句 夏里奥开球 第六句 夏里奥从球 有一个 第六句 夏里奥从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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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面三颗球 中间还有一颗 15号 有些角度 中间缝隙可以打持四 第六句 夏里奥从球 中间编写 和教育 中间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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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中间编写 中间编写 差点K刀之后 自己还是有一个身体动作 肢体语言很丰富 中带打进 白球再下来 还在走 碰到黑巴 中带有的打 没打进 14号还要薄 这根球打得太薄了 白球 没有吊带 先把黄一打活 白球放上去 跑 你看这根4号球 有没有机会吃库借力 白球并顺势向屏幕左上方去带一下5号 借到 但是并没有K到5 再防守 直接翻带了 这个球 打得不合理 一个是你翻带 就算这样翻进 白球也没上去 黄一也是没得打 另外一个是你没翻进 给对方留机会 白球放到这个位置 也是对方很好打 9号可以轻推 推进 黑巴右边底带 8号球底带 发力没打进 这个完全是发力动作变形了啊 5号龙门薄进 并且顺势将黄一K一下 5号龙门薄进 5号龙门薄进 9号龙门薄进 可以开 扭的薄难度很大啊 有想法 直接做防守 等对方来拼 8号底带 打包 来看黄衣 自然高端轻推 推进弹过来 8号可以叫左边的 从左边底 没打进 8号球中弹 没8号中弹有啊 第六局 张艺良胜 比分4比2 可能肚子有点不出 要去洗手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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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球有球近 先看选球 打黄一有机会去K6 而且3号右边东北有衔接 尽量顶稍稍正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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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点稍稍正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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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这位置可以先打6 把球滴杆往一回 再拉一点 下滴杆 角度合适自然推下来 2号可以叫左边中带 5号右边底带 还是顶到 这个位置按好左边下方 12这个带口是有可能有下的啊 有下啊 没问题 可以打 迪杆清点打进自然叫5号 角度 不舒服啊 够着打这个位置 1号 2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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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右手选手在这个位置打起来很舒服的 10秒 边10 太直了 还要较黑八 还是高加干 小心还不要碰球 还是没有 看是不是需要挑干或者翻踪 八球 八球中带 翻踪带了 八球中带 还是选择挑干 看看挑中带能不能挑近 十秒 还是挑厚了一点点 看下了啊 这干球还是有机会啊 对方可以把来右上方 跟自己一颗花球 位置还是离得要近 可以考虑有机会的话 打一颗两颗做完防守 然后再往下打 这干可以直接先来防一干 打十一 就算打近了的话 打十一 把球位置也不算特别好 打中带了 看上方 一半没有挡住 十五号球 八球底带 一半没有挡住 现在是在家庭里面 要搞定 那边 ager团 在家庭里面 要做回家庭里面 所以 有项 这回K8对方仰到带口附近了 滑球 看看进攻 上面中段有的打 但是白球是K不到 打14是不好K15的 打下面十一 一个是K 下低杆 左赛 另外一个就是较位 翻中 打进K到黑8 这个位置 要想往里打也是要求准度非常高 真的不好打 看张悦良 这个球会不会做一杆防守 打一半 轻打 黑8弹起来做15 白球放到里边 也是方 没做住 继续中段 白球 海星还能拼 左上角 看准度了 滑球里带 来 看准度了 黑8看看 黑8还停在带口 这样的话应该这盘球还要丢分了 看白球会不会吊带 这个球太巧了 力量没控制住 长野观众请保持安静 4比3 这边裁判也是在提醒 应该还是 我个人感觉夏里敖的父亲跟母亲 刚好在场外 为他也是很娇气 可能做些沟通应该是怎么样处理 裁判这边有提醒 第八局 夏里奥开球 起动筷子模式 启动快速模式 刚才我觉得为什么夏里奥会走到裁判的脚声说了几句话 现在知道了 要启动快速模式 时间过半 比分落后 然后从目前的两方拳手 这种鸡打风格上来看 确实 还是张云良 会在防守上多做一些功夫 所以说夏里奥也是想 看看能不能用快速模式 来去打乱对方的一个节奏 白球又吊带 全场自由球还可以选 不算分球 摆了一个一打1k 打11k10号 力量用的也是比较大 9号还是可以打 擦翘粉 吹翘粉 有没有样 提干再叫过来 个人们认为角度也是不好 刚才为什么不打呀 对吧 如果想有机会打完之后 再去k 可能刚才角度也是 不是想要的一个位置 k完之后15号左边底带 可以有机会去走位 现在打的只能打上方的了 有一颗单独的花色球 比较薄 10秒 犯规 没打到 又给自由球 全面几盘球里边 有一盘也是宝球 下凉也是没有打到 自由球 这也是 在这七盘球里边 就让这盘八盘 里面第二个 没打到球了 还没打到球了 然后四盘球 然后我来打球啊 我不断了 这就跟二号角度啊 需不需要弹一裤子起来 叫五号 这干就关键一干啊 一个是有把握稍微再发点力啊 可以叫左边四或者三 力量稍微放大一点点 而且那三比较薄 海啸再来推 总带花球有得打 但是现在打完之后呢 有点偏正啊 需要偷一点带角才能去K 不过你现在要K开的话 K好还可以 K不好没得打 也没得机会进攻 看十 白球 也就是吊带 自由球 张悦良可以有机会啊 打6K 直接低竿向后 正起K的稍微正一点 K到黑八带开 左边带口球再过度黑八 十秒 八球底带 K八局 张悦良胜一分 5比3 八盘球5比3 第一阶段看看会是一个6比3还是4比5 X4 优优独播 hel 第九局 张悦良开请 扎球有球进 白球还在往下走 选球还有难度 先过来打一个分钟 岩石 修仲布 现在拳拳拳拳打开 高峰就知道 另外 更快 比较 已经是分压了 轻推 排球还在走 黄仪中带叫得比较大 可以打四号球 再走 这角度可以推下来啊 下面还是有两个球可以叫中带 看看五号角度 可不可以推 再顶下对方的九号球 又要掉带 这个按球 多一点点力量都会在掉带 右边横三可以看到吗 这回不好了 三号直接打到屏幕右边 中带上方去了 而且靠近库边 中带没得打 花球 花球十一上面十五 十秒 也是有点身材球啊 毕竟身高不够 再推一户下来 在进攻地带还是没打进 现在进攻地带还是没打尽 七号 又弹回去 拳球也是不好进攻 没扬带 没扬带下 11应该还有的打 角度合适 第一端清带一下黑霸 可以叫10号 高杆发力弹 再走 还有点轻啊 再轻推 推进可以叫9号 左温下方抵带 打薄 然后有的打 可以打2 然后用7号留角度呢 去K3 现在这个7号角度 还是有点直 对 你往里薄 薄劲才可以到再走 可以扒中弹 这干就撞了 它会不会跳干 会跳干 但是是一个冲跳 10秒 需要拧开的那一种 犯规 冲跳 没办法 时间不够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冲跳 是一个冲跳 建议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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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第一阶段应该是一个6比3 张玉良领先3分 第九局张玉良胜比分6比3 官方暂停5分钟 5分钟未到叛復一局 休息过后咱们再回来看比赛 目前前面九局球3比6 夏里奥是落后3分 3号低竿 打黄一啊 百度再下来 直接就是发力K 没有什么好打了 整得也没打击 来看看张玉良怎么样来选择 10秒 直接12号翻到屏幕左下方 白球放上去 也是在看6号右边那颗 花球没有下 先打11 不进 轻的 有可能这个要攻6了 打6号白球向左边 有机会去K 够存 看4号能猛双接力 接12接9 这球也是比较难的一个打法 这球也是比较难的一个打法 10秒 延时 还在看 肯定要打4号 打好了应该能接到 接近 再走 7 没有了 没有了 要跳球 要跳球 关键手上拿的杆就已经够重了 自由球 这个时候呢 以他现在这个年龄的力量呢 也真是不好控制 所以说可以理解 推一代 左边关键啊 13跟9之间是不是一个自然角 如果是自然角还可以传 从这个位置上看的话 打肯定也要稍微做一些调整啊 直接打肯定不是自然角 还是没劲 身边的肯定是什么 还有一个肯定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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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七 白球创 上面十一 看看有没有漏 哪个呀 很严谨 十二这位置黑包有没有挡 还是够挡应该是 没有挡住啊 不过我们从镜头这边看 跟运动员中相反方向看 还是有些区别的 从带口这个位置看啊 还是有些区别的 打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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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住 时间还剩20分钟 比分现在是一个6比3 再推 可以轻推教室 还是没打进 能感觉到张悠良还是说没有完全放开 并没有因为对手 比如说年轻 年纪小 球技目前不算是很高超 而打特别开放 手还是有点紧 大家都在TV台 来 看谁能够放再开一点 白球能不能停住啊 轻的 看角度叫黑帕 对手 这位置包可以交通贷 10秒 还是打后了没打进 这边夏里奥也是 二号也是没打进底带 轻打防守 这根关键球 七也是包打 打二号看白球打进之后 放在什么地方 不进了 会不会给对方留下一个右边进攻的机会 打进上去 我们叫到七右边底带 左边底带 这根球需要准度了 要发力 而且要下的低杆 白球弹固起来 它叫黑八左边底带 轻推 有点太坚强了 八球底带 黑八 第十局 张艺良胜比分7比3 第十局 张艺良胜比分7比4 第十一局 张艺良看球 给看 张艺良冲球 一条大力冲 前面有两次试剂 炸球球尽 时间 先来看选球 10秒 滑球打进 15号左边中带 关键是11 从这位置看 有可能应该是与3相贴了 不然的话裁判肯定会将摆球指取掉 有压轴的球相贴 这个时候摆球指是不能动的 这边反进 右边动弹有的打 白球上去 稍稍推多一点点 留个打实 左边踪在白球向下的角度 还是可以利用一些干法 就将11号来K一下 时间还剩下15分钟 14 14分钟多几秒 还是没推进 左边上方2号7号 有机会打应该 10秒 再打黄一 推弹一枯起来 看力量再走 太轻 5号脚都有点大 10秒 5 4 3 黑八 小心 这个位置太危险了 5 5 6 5 6 8 7 9 8 两边底带都有得打,三号要找机会K,一定要找机会先K开 六号四号,这两颗球目前,一定要打一颗球,争取先K开 还是不K,你这杆打6K的话 要看一下了,三右边底带应该也是有交位 看你怎么打,又掉带 最后球 一推点 七号三号 七号这个角度呢,看能不能推库团团团 三号三号,同样是左边底带 好球 稍稍有点正啊 还要再坦库上去 跟下低一点 太轻了 没打进 剩下10分钟 放归 自由球 看角度啊 是不是还可以推 弹出来黑八角右边 反正就直接滴杆 直接滴杆拉太多 八球底带 打包 5号 从这位置看 有可能左边也是有下 上边 黑八是没有完全挡住 十秒 八球底带 看准备 还是没有薄劲 5号我就借力啊 打薄一点吃酷 借给八 好 好 好 还剩7分钟 说黄还是在最后一个黑霸 一个单侧球之间来做防守 说黄也都有机会在拼 不过都是没有拼近 这样有准 第11节 张艺良胜 比分8比3 8比3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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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裁饭就把油脂取掉 时间还剩下6分钟 底带还是没有打进 左边下方7号 右边4号 再来看4号球 发力啊 这盘球打的有点歪 白球位置张悠良也是没什么好机会进攻 这盘球关键9跟11还有13号这三个点 其实不算好打 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 打进 11号中带看能不能推 高高高可以顶9 没打进 底台打进右边有黄衣 稳稳稳推进啊 一个是因为对方到了再点啊 另外一个时间也是快到了 所以 所以小家伙也是显得的着急啊 能够理解 3号 3号 再推4 轻推推进 轻推推进 11号 右边下方 右边下方 底带有的攻 13先打出来 厂台2号 也是没有打进 11还是有的打啊 继续上台4号 没打进 中带13 也是直接来传了 也是直接来传了 而且也是看到了比分 自己赛点领先5盘球 时间还剩下2分钟左右 所以打起来也是比较随意啊 打起来也是比较随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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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来也很快 does this 自由球 1分16秒 能不能赢一盘 再赢一分 先打二白球推过去 清点也行 这杆球 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 发力高 太轻了 包进K到 这杆球 随意打起来很准 中的打进 直接滴杆了 二十几秒 好 加肝 打进再过来 看黑八能不能翻进 还有十秒钟 八球中带 翻中 五四三二 出盖 这也算是夏里奥在咱们体育台比赛 综合八球大师赛里面的一次很宝贵的经验 恭喜张晓良获胜 好了 这场直播就先到这里 揍阅 咱俩